手牽手新年新 告訴大家 我們在台中合體了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20號晚間在台中 跟盧秀燕以及韓國瑜合體 三人重現五年前三子合體 讓底下支持者 嗨到最高點 看過最多貪官污吏的 賴欣德 民進黨一大堆貪官 但是在生死之間徘徊了 姥姥不同 舅舅不愛 阿公萬壇 阿嬤也沒說自己開心 怎麼會損到這些人 我們要什麼樣的候選人 帶領著我們 前抗市長韓國瑜 妙裕四位候選人 他說侯友宜 漢子的漢變成流汗的漢 強調這陣子 真的辛苦侯友宜了 侯友宜這個品牌 在這一段時間太多誤導 讓我們一起集中力量 選出最優質的總統 韓國瑜在台上致詞 當時盧秀燕 侯友宜 朱立倫 正準備大進場 主辦單位喊出 當時有超過 一萬五千名支持者 從台下到台上 走了將近十分鐘 如果侯友宜到選 我們三位 五年前三子在台中合體為市長大選衝刺 後來三個人都順利選上 現在再度到台中合體 國民黨希望燕子 凸子加持下能再拉高侯友宜的民調 TVBS新聞 陳立民 陳舒賢 徐又翔 SNG小組 台中廠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 我們下載TV